跟著音樂大受肌肉致敬最愛的動漫角色 資深藝人敵音的獨子孫安佐 近年來熱衷健身 更在比賽中一舉拿下第四名 YT頻道介紹雙齒火焰噴射器 看得出來孫安佐非常沉迷於軍事武器和槍枝 雖然都是他的興趣 但也讓做父母的 實在放心不下 安佐你有什麼話要說 安佐 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想看動漫 2018年3月孫安佐因為在美國 持有槍械和大量子彈 悲恐怖威脅等罪關押兩百三十八天 尊彭敵音夫妻兩位救愛子跨海打官司 安佐有什麼話想講 回答第一件事想要做什麼 孫安佐回臺後接收調查 害父母遭到騙扁小子黃旗 假冒可以接受律師詐騙三十萬元送送費 一家人又因此登上新聞版面 其實他也真的有幫我們做事 我們是不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當這個證人這樣 雖然在美國涉嫌致槍案 在臺灣禍判公訴不受理 但雖然佐這一回又因為在泰國吸毒 私闖民宅 醜聞風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吃得好嗎 睡得好嗎 然後還問我們回臺灣以後 有沒有什麼計畫 儘管費盡心思護航寶貝兒子 但過沒幾年就發生爭議事件 沒回到幫忙擦屁股 恐怕讓父母操碎了心 三線新聞網友分享心疑 台北上網報導 發生的香港品牌 高官 山 先生